關於中秋烤肉 昨天市長是說在下週一會宣布 那現在Delta已經確定進入社區 那台北這邊會宣布禁止嗎? 因為有很多基層里長是反映說 下週一再宣布 其實他們反應是來不及的 其實喔 慢慢的我們還是要適應新常態的生活 你要是說現在 那當然就是 夏天都不要什麼都不要做 所以說你要安全的話 每天乾脆在家裡打坐就好 你都不要外出 所以是這樣 慢慢的我們這個國家還是要務實 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們難道我下一個命令說 我們河濱不能烤肉 但是如果你在自己家裡屋頂 親族聚餐烤肉我不管 所以我們常常政治就是這樣 就是很假 很假 很假掰 我就不太喜歡那樣 所以 所以還是這樣 我態度還是這樣 我們要適應新常態的生活 就是說 到時候再決定 按照狀況調整 慢慢還是要這樣務實處理 然後命令也不要太奇怪 你家屋頂可以烤肉 何必不能烤肉 那那個 在齊樓的話 就看有沒有被警察抓到 警察來了就不要烤 警察走就繼續烤 這很奇怪 所以政治還是要務實 是的 市長 那想繼續提問一下 是說 您剛才說 覺得這樣先宣佈 就是算比較假 可是現在包含北北基跟六都 其實好像各都的市長都已經提前宣佈 這樣是不是您會認為他們比較假 不要 我還是再講一遍 我們慢慢 我們還是要 第一個 這疫情短期不會結束 第二 我們要開始建立新常態的心理狀態 所謂的新常態就是 按照需要來調整 合理的風險 不然的話 我昨天就講過 如果重來一遍 你知道 今天台北登節應該要辦 可是當時我為什麼會下令停辦 因為你們逼我要在45天前做決定 這樣就沒辦法 可是如果讓我在一個禮拜前兩個 一個禮拜前來決定 我就可以很精確說 台北登節要辦還是不要辦 當然是這樣 也有可能離職停掉 會廠商損失很多 所以要建立保險的精神 所以在這種充滿風險的時代 你知道 應變能力加上保險 應變加保險 是一個產業運作的一個 要必須要去採用的態度 如果什麼都要百分之百 那就都不要做 結果經濟損失會更大